好 花蓮牆鎮呢 其實喔 讓許多民眾成為受災戶 所以說呢 其實他們無家可歸之下呢 就是湧入了中華國小這裡 可以看到呢 後面是有很多的帳篷 他們就是把這裡當成臨時的住宅 好 可以看到呢 在晚餐時段呢 其實喔 現場也是有許多的這個 善心的民眾企業還有餐廳 是提供了澎湃的便當 可以看到呢 才剛剛送來的 竟然是龍蝦便當 裡面還有非常多的海鮮 是就是要給這些受災戶吃 希望說呢 可以透過美食 來撫平他們的心情 馬上 問一下民眾怎麼說 請問一下 今天看到這樣的便當 感覺如何 有點滿驚訝的 怎麼說 我剛開始以為是給工作人員的餐點 對 那我剛剛一問之下 他們說是給我們安置的人民吃 的民眾吃的 所以有點被嚇到 對 對 好 可以聽到哪一期說 民眾真的都是被嚇到了 好 那麼除了這個便當之外呢 也可以看到 現場竟然還有呢 買滿的手搖飲 也是沒有缺席 好 那麼如果呢 不吃海鮮 現場也是有這個 買滿青菜 還有肉的這個便當 來讓這些受災戶來做選擇 那麼也是期盼說呢 讓這些這個美食還有飲料呢 也是讓這些受災戶在這裡 縱使呢 是暫時無家可歸 但是呢 胃都是被美食給餵飽飽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好幸福 沙団